书接上文 咱们上文书啊 正说到月中旗富尔的两位将军是兵分两路直奔西北 要的就是两面夹击拿下准戈尔韩国 以解这大清朝西北边境的危机 可是咱们也说了这雍正皇帝啊 他是个毛方拉石脸朝外的主 他不甘心呢 说这个趁人家准戈尔韩国 宫廷政变的危机顺势就把人家国家拿下了 正所谓的天子不出无意之师 出师必有名 那这借口还不好找吗 让这个年庚苗月中旗打跑了的罗伯藏丹金 现在啊就躲在准戈尔韩国 于是啊 这大清朝就以捉拿罗伯藏丹金之名 对西北发出了两道大军 谁想啊 中了准戈尔韩国这帮鸭子的技了 人家说了 马上就把这罗伯藏丹金呢 给您送北京城去 别着急 那这雍正皇帝一听 没借口了 于是就只好暂时罢兵 可是这大清朝虽然罢兵了 准戈尔韩国的大兵来了 这小侧陵带领两万多蒙古骑兵啊 就偷袭了科尔多军马场 这科尔多军马场养的是什么呀 骆驼 一万四千多匹骆驼就落入了准戈尔韩国的手中 不但如此还杀死俘虏清军官兵三千两百多人 说不了讲不起呀 这就算是对大清朝开战了 这大清朝廷雍正皇帝啊 中了人家的混兵之计 结果是起了个大枣哎 赶了个晚级 反而让准戈尔韩国这群厄鲁特 战了个新手 实际上呢 要说起来这雍正皇帝的对准战争 打得不够顺利 这事不怨他 这会儿的准戈尔韩国 古尔纪丹巴也长起来了 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将军统领 还别说他们了 就是跑了的那个 嘎尔丹侧领的那位二弟 罗伯藏舒努 那都是一位呀 有着赫赫战功的将军 曾经啊 对这个哈斯克人的战争当中 那是屡历战功 再有这前些年侧王阿拉伯坦的苦心经营 那正是准战尔韩国 兵强马壮的时期 从后来的战争当中 也可以看出来 这准战尔韩国 拿出七八万的骑兵来呀 那不在话下 那反之呢 大清国有没有七八万骑兵呢 那当然有了 别说七八万了 举国之兵啊 七八十万也是有 不是说了吗 有这个京旗十万 住房骑兵十万 绿营兵六十万 再加上的各部蒙古骑兵 您想想 这得多少人了 但是都能来吗 来不了 别说十万了 五万也来不了 前一阵子就有朋友啊 在这个留言区 我们聊过这事儿 说这个清军呢 上阵西北 一去就是十几万人 这康庸时期啊 一两万人 粮草还供给不上呢 要真是往西北 派出十万大军的话 那么整个大清朝 都得动起来 为这场战争做后勤 那句话说的好 这韩信点兵 多多益善 这韩信呢 带多少兵 人家能解决得了后勤 说您这刘邦 您再有本事 您也就带一万人 为什么呢 带多了啊 没有粮食吃 这后勤不挤不上啊 那士兵不都饿死了吗 康熙年间 这清军呢 五千人翻越 唐古拉身口 冒进西藏 就因为后勤跟不上 五千人呢 后勤都跟不上 这五千八七兵 中了人家的埋伏 就活活饿死在高原上了 这大侧灵 敦多布 那场战争啊 只为不打就胜利了 所以您想起吧 这后勤很重要 不能大兵压境的奔西北啊 那不是没有兵 是因为啊 这后勤攻不上 粮食运不上去 综上所述啊 这雍正皇帝 打不过准嘎尔韩国 那也不光是人怂的问题 这里边啊 还有天时和地利的原因呢 1731年的五月 大侧灵敦多布 再加上小侧灵敦多布 还有啊 这个大侧灵的儿子 多尔纪丹巴 这三个人呢 每人率领一万金兵 从侧翼出阿尔泰 可就逼近了清军的北陆军 这明显呢 这仪仨是争了一张大口袋 想把这北陆军轰进去 他们怕什么呢 他们怕这清军呢 划地围城 一刀一枪的和清军呢 打阵地战 他们就想啊 引诱清军出击 在运动战当中 把这清军一口一口的吃掉 实在不行呢 借助地利之优势 再给你来个包围圈 这样困也困死这群八旗兵 可是啊 现在就怕这群清军不上当 他不出击怎么办呢 哎 这帮准戈尔韩国的将领啊 正在发愁之际 这回行了 这八旗兵的北陆军统帅富尔丹呢 帮了他们大门了 主动出兵 那这是怎么回事事呢 就在五月初六这天呢 这富尔丹接到了巡逻小队的报告 说呀 抓到了一名准戈尔的俘虏 那富尔丹说 那就审吧 还等什么呀 还审出这准戈尔军队的动向啊 这一审呢 那可把这个富尔丹乐坏了 据这个俘虏说呀 虽然准战尔大军兵分三路 大小侧陵 再加上呢 这个大侧陵的儿子 三人呢 各领一万人马 虽然都奔这边来了 但是走的 他不是一趟道 这会儿的小侧陵啊 孤军深入 那两路兵在哪呢 根本就不知道 哎 可能啊 远了去了 又从这个俘虏的嘴里得知 大小侧陵蹲多步啊 这两员大将啊 大者是善计善用人 小者有万夫 莫党之勇 这富尔丹一听就更高兴了 原来啊 冒险突进孤军深入的这个小侧陵啊 哎 是个莽夫 没有什么真本事 于是赶紧向雍正皇帝奏报 陈思贼人 尚未全治 称其不备 正义素赢掩杀 到了1731年的六月初九 富尔丹领了一万兵 也是兵分三路 出兵后啊 扎克赛和抓获了12名准盖尔军的俘虏 一审呢 这帮俘虏又招了 这会儿的小侧陵啊 就带了1000名士兵 在哪呢 在这个查汉哈达游牧呢 距离这儿啊 不过三天的路程 这大侧陵蹲多步啊 途中生病 未曾前进 所以这小侧陵呢 才找地方啊 先游牧等待大侧陵到了之后 再向清军进攻 并且现在啊 这准盖尔首都伊犁河谷也不消停 盖尔丹侧陵呢 和自己的妹夫 罗布桑侧陵开战了 就因为这位新任大汗 盖尔丹侧陵过于残暴 所以啊 他这妹夫才起兵反叛了他 这清军一听啊 更是摩拳擦掌 尤其是富尔丹 这会儿闭上眼睛啊 都已经做了 打到伊犁河谷准盖尔韩国首都的美梦了 那现在呀那还等什么呢 赶紧突袭查汉哈达 报了我科尔多军马场 三千二名将士 以及一万四千多头落他的仇 说干就干的 这富尔丹呢 带着自己这几千人 可就杀伴了查汉哈达 那不是没有明白人 前锋都统叫做定寿 跟这个主帅就说呀 安可信俘虏片岩突入敌垒呀 这富尔丹呢 仗着自己是主帅呀 跟人家瞪眼珠子 他说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乳和懦弱自损其威也 不光是这个前锋定寿 包括随军的侍郎 勇国 还有这副东统 觉罗海兰 都觉得不应该轻易的 向敌人发起进攻 一旦中了埋伏 咱们又没有后援 那咱们这几千人呢 那就将是全军覆没 这结果呢 哎结果呀 那胳膊顶不过大腿 这副将说不过主将 那主将说出来的话 那是命令您这副将只能叫建议 结果就在六月十六日 富尔丹的这几千人呢 就真杀到了查韩哈达的牧场 远渊的侦察兵就发现呢 这确实有人在游牧 这富尔丹一听啊 来了劲了 命令大军冲杀呀 先抢了这个小侧灵的牲畜再说 指挥人马向前掩杀 没想到的是啊 这士兵还没冲到人家牛羊跟墙呢 四外山谷里喊杀声四起 这说明什么呀 那说明什么呀 那是真中了埋伏咯 这准干二士兵啊 如大河奔流一般 汹涌而来 这清军呢 还好 阵脚没乱 在后边两千人的接应下呀 这清军倒是缓缓撤队 想与主力会合 可是啊 与主力会合又何等容易呀 这支孤军呢 现在离主力部队 已经好几百里了 要说守吧 哎 守不了 无险可守 要说打吧 也够呛 因为这清军的数量 远远不敌准杀尔士兵的数量 那慢慢呢 也只有且打且对 这富尔丹呢 就给这主力军方向啊 下达的命令 让传令兵赶紧通知主力军 让主力军呢 到河通闹尔附近呢 去等待接应 这蒙古人呢 管这湖泊呢 叫闹尔 这中原人呢 管这湖水不深呢 叫做泊 所以这地方就叫做河通破 那这地方在哪呢 可现在说呀 现在在蒙古国境内了 在蒙古国的八岩乌烈盖省 现在这河通破的名字呀 叫达岩湖 这条命令啊 本来就是一条昏庸之计 这富尔丹让大军在水边扎营 如果敌军三面围来呀 你跑都没地跑 果不其然 这准个二军借助地力之优势 以上攻下 可就把清军的主力部队围住了 主帅富尔丹 一见呀 这地势不利于清军 所以呀 就指挥这个主力部队突围 到了6月21日 这殿后的任务 可就交给了定寿 苏图 绝罗海岚和长鹿等 让他们领兵啊 聚守东边之山梁 祖基随后追来的准干尔大军 说句实话 这几位将军接得的命令啊 那就是死命令 前线呢 是如何奋死抵抗准干尔军 咱们暂且不提 咱们先说说这大军后撤 还算不错 老天保佑这主力部队 算是撤出了包围圈 哎 这主帅富尔丹也没忘了 殿后的那支部队 派了一亲精锐之士啊 去援救定寿的部队 这一千人有多精锐 这一千人全是索伦兵 您没听说过那句话吗 这索伦别过万 过万则天下无敌 这索伦呢 他不是族名 是东北啊 除了女真以外 其他的游牧 以及渔猎的少数民族组成 那这平时打猎 都是一个人呢 对付两只老虎的主 您想起他能不狠吗 这雍正皇帝呀 花大力气 把他们呀 从东北 从黑龙江调到了西北前线 美人呢 还都装备了鸟枪 那这皇二呢 那感觉倒是啊 如虎添翼 可是实际上 我倒是觉得 这可能束缚了这群索伦兵 因为这些索伦人呢 甚是弓箭 百发百中 平时作战的兵器呢 就是刀猫弓箭 这朝廷给美人发了鸟枪 我倒是觉得 这很有可能限制住 这群索伦兵的发挥 当然 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这索伦人望上一冲啊 这种干人认识 为什么认识 这群索伦兵啊 美人都戴着水塔小帽 哎 和别的八旗兵 打扮就不一样 哎 这种干人呢 在前几次与清军交锋当中 没少吃着索伦人的亏 这回啊 他们早有准备 从后边可就把炮推出来了 说是炮啊 实际上啊 就是大口径的火枪 和后来清军所用的 抬杆手成炮啊 差不多 一排炮下来啊 这索伦兵连人带马倒了一片 这索伦人发现呢 哎 这炮厉害了 穿过这马肚子 再打到人呢 都能把人胸口打一大窟窿 没过几轮 这索伦兵啊 落荒而逃 都没跑回去 和主帅会合 直接就跑回到科布多大营了 带领这一千名索伦兵冲杀的将军呢 叫西米赖 见到这些士兵不肯用命 也是没有办法 自个儿回的也是交不了账 于是挥刀自尽 那您想想 定寿指挥的这支后援部队 没有援军来支援的 那能好的招吗 这定寿啊 中了鸟枪了 带伤指挥战斗 到了22日 先锋定寿部 苦战一昼夜 火药弹丸 剑尸 已经全部耗尽 眼看着就无力再抵抗了 这会儿也没有办法了 定寿苏图 马尔齐 这几位将军拔出刀来 相继自杀 将军长路啊 还铁面点 死在了阵前 绝罗海岚 一人 单刀 独计 突出了崇尾 到了23日啊 这会儿人家 总给二人呢 倒是完成了军队的集结 人家一共有多少人呢 大概三万 清军这边呢 有八千 按说呀 也可以勉强一战 这富尔丹呢 又犯了贼心了 怎么呢 他是满洲人呢 他让这蒙古兵啊 先打冲锋 这会儿啊 跟随他出征的蒙古军队 一共有两支 第一支军队啊 就是来自这 漠南蒙古的 克尔沁蒙古 第二支呢 是漠北蒙古的 土木特部 这克尔沁部啊 打的是红旗 这土木特部呢 全军打的是白旗 他让这两队蒙古人 先打冲锋 然后八旗军 随后碾上接应 这是清军的满洲将军呢 惯用的招式 要不然就蒙古人先死 要不然就是你汉人先死 然后八旗兵 在掩杀而上 取得最后的胜利 反正是没听说呀 哪回啊 是这八旗兵 先去冲锋的 首先呢 看出这战争啊 没有赢的几率的 就是这帮克尔沁蒙古 借着冲锋的机会 直接就四散奔逃了 您还别说 这土木特部啊 倒是真是英雄 直接举着白色的大道旗 就冲入了准干尔军的阵营 可是这一套操作下来 有人误会了 营中的所有蒙古人 都误会了 他们以为这土木特部 举着白旗冲入了准干尔的军中啊 是投降了对方 于是这清军当中的蒙古兵 人心涣散 纷纷的逃离了战场 到了23日 后半夜 这八旗兵在意 点数啊 就真剩下八旗兵了 八旗满洲 八旗蒙古 八旗汉军 不在旗的陆营兵和这个蒙古兵 悉数通通逃走 这4800名全是旗人 大家要互相对视了一下 发现全是自己家的哥们弟兄了 干脆呀 咱们拼了不 于是啊 这群八旗兵激发了斗志 发挥了超长的战力 打退了准干尔兵多次的冲击 就这样 到了24日 准干尔军队如潮水一般呢 向阵地涌来 剩下的这几千八旗兵 殊死搏斗 可是怎耐着双拳难敌四手 恶虎架不住群狼 最后这清军大营终于被冲破 侍郎永国 绝罗海兰城 将军戴豪等人士相继自杀 营中还有一位书生 随军主事教子和父 看到此种情景 换上了一身崭新的官服 长叹一生 死为国尚 勇享祖斗 只身一人就走向了敌军 结果被乱刀砍死 这一场仗下来 大清朝在西北的主力进尸 大概损失八旗兵 两万余人 消息传回北京城 这北京城内的京八旗们 是家家穿孝 是户户戴白 哀嚎之声 四九城 此起彼伏 最让人痛心的是 甘出丧 连个尸首都没有 朝廷受了如此大的损失 责任在谁 要我说呀 那就是主帅富尔丹 他逃不了干系 遗憾的是 他倒活了 突出了重围 逃回了科目的大营 精彩回目 就在明天 看雍正是如何发落富尔丹 大清朝才要对准战争 搬回一局 且看光显四 大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